我們的家長會的組織非常健全 對於學校各種大小的事情 大到整個校園的建設 小到連一個現場要來 你們都非常的關心 所以在各校能夠有機會 來了解到我們家長會的運作 我們所有的家長會的成員 尤其是我們的會長副會長 在社會上都有各自 非常值得尊敬的地位 那除了自己事業有成 家庭美滿之外 對於自己的子女 在學校接受教育 你們也都非常的關心 不只是關心你們自己的子女 更來關心我們整個教育的大環境 希望能夠提升教育的水準 所以在各校的拜訪經驗當中 對於我們家長會 就已經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麼今天呢 可以在這麼一個盛大的場合裡面 來對所有的家長會長 副會長 來表示我們由衷的感謝 跟敬佩之意呢 我覺得呢 非常的意義重大 不管是家長會 不管是教職員團體 不管是我們社區的志工這個團隊 大家共同的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來維護我們的校園 讓它成為一個非常安全 非常快樂 非常優質的一個學習的環境 我們把我們的心力呢 都投注在我們的小孩身上 因為教育呢 就是以我們的小朋友為中心 兩年前我在想說 我們的會長 會長是出錢出力最用心的 我相信各位會長 部會長 一定將來在各個領域裡面 都能夠提供很多很好的資訊 給我們的 不管是教育處或是校園 都能夠很好的一個建議 或是能夠很好的資源 來給依註在各個學校 那我這邊很感謝各級長官和各級會長 那我們協會裡面的會長 這兩年來我們辦了音樂會跟三場論壇 從那個三線的斗六跟中區的五尾 還有海線的北港都辦了論壇 也期待著說能夠讓這個歡傳教育 或是圈圓地區的小孩子 能夠有受到更好的照顧